對於空間的關注 如果說在活有分寸的城市 和在西九龍田海區的系列裡面 還有一些藝術創作的焦點 我們可以說去到大概2005年左右 差不多成為整個香港社會的氣氛 就是說關注一些城市發展的議題 看到城市本身的秩序 已經成為了一個很主流的說法 就是說大家都已經會目光擺在那些東西上 我想有一種說法就是 尤其是2005年里東街和灣仔的重建 令大家看到很多市區的重建 整個城市的發展 到底我們要何去何從 那些東西 我們有時候會說有個空間轉向 就是說在你做那些創作一段時間之後 這個空間轉向終於成為了社會主流的論述 我想及後很多人都會說這一波關注到最高峰 就是當天星碼頭和王后碼頭要被拆的時候 大家全社會都在講集體回憶 講公共空間 講城市發展 然後我們就看到你開始有一個系列 就是影王后碼頭的那場抗爭 是 我猜之後很多人會以為 謝子都是個社運攝影師來的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我的緣起 譬如在講王后之前 或者講兩句 譬如尼東街和天星的時候 這些一路發生的時候 你有沒有去關注你的心態是怎樣的 尼東街的時候我也有跟朋友去觀察和理解 我又沒有特別做作品 去到天星的時候就看到那些人揮送最後一班船 然後才覺醒那些人 突然說我沒有了共同回憶 去到王后碼頭的時候也是一個偶遇 因為當時看到一班佔領者 他們是很簡單很純粹佔你的公共空間 所以覺得很奇怪 又覺得他們很好的心 所以就拍一些照片送給他們 去開始 拍一下拍一下就 變成了整個王后碼頭的空間 那個空間的運動 各樣東西在裏面 對於我來說 它是一個環境來的 我想很多人都時候 我們差不多十年多些之後才遺疑 就是王后碼頭那次的戰領 是一個比起全世界的戰領運動 還要早的一個想要去佔領的地方 在香港也是很早的一次 所以我覺得 可能當時你的感覺都是很準確的 就是你走進去 你感覺到他們做了一些不同的事情 可以這樣說嗎 我其實是想 當時送一張照片給你 但拍一下拍一下的時候 就覺得這個空間 在裏面抗爭的空間 發生的活動 那些人呈現的狀態 我覺得是很特殊的 很特別的 他們不會說 跟一般你們在新聞鏡頭看的 是很不同的 所以 所以那裡都有一個 即是對技術攝影的一個 question 即是說 你看到一些狀態是新聞裏面 是看不到的 其實當時都是想說 一件事 是另一角度去看一群抗爭的人 是不是你們想到 那種攬條柱不走 或者那種這樣的想像 因為通常那些人想到 都會比較負面一點 但是當我接觸了 都差不多兩個月的時候 我覺得不是的 其實他們很簡單 所有人都很簡單 我想尤其是因為 在新聞攝影 或者新聞鏡頭裏面 捕捉的是action 是呀 是呀 你持續兩個月去看 你就看到 其實是把生活 帶進去碼頭 是 我想問多一點 你說兩個月 你是怎樣 你整天走下去 你跟他們本身是朋友 還是還是 是 開始建立了感情 因為我對你說那個禮物 那個gif 就是給他們 作為一種支持 整個 不知道算是甚麼叫支持 就是 參與這個運動 你就送個禮物給他們 我想知道多一點禮物 那部分 就是說 在你說拍到那個狀態之前 是 你原本是打算送一份 怎樣的禮物 其實我是 背了一部 四成五相機去 拍一會 大飛林 然後把照片送給他們 嗯 因為覺得自己沒有甚麼可以做到 其實我覺得沒有他們那麼聰明 是啊 因為我始終都是一個 做藝術的人 是沒有那種抗爭的細胞 所以你是去接觸了他們一段時間 之後才有這個想法 是要送一張照片給他們 還是你本身認識他們 其實最初我第一天去 就不認識 全部人都不認識 就是不認識 就感動了我 要送一件禮物給他們 回到他們 就是盤旋了很久 那些人在碼頭的景場 第二天就覺得 我可以做到甚麼 就送一張照片給他們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大家好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